高雄市警方發現在馬路上行駛的一輛自小客車 他的車牌是已經被通報是失竊車輛 因此要進行攔檢 但是這個駕駛卻趕快猛踩油門加速逃逸 一路是跑給警察追 而且他逃逸這個方向 還是這個社區型的住宅 他一旦發現沒路之後 還倒車衝撞警車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在駕駛一次是不熟路況 一路是從高雄逃到了台南 他倒車撞到警車之後 發現真的無路可逃了 這個遠景趕快是上前 要把車上的兩個人給拉下來 而結果一查發現 其中有一名這個44歲林姓男子 他本身因為有多案在通緝 像是有這個詐欺竊盜毒品 和妨害自由等等 因此看到警方才會這麼的緊張 不過現在被打 又多了竊盜罪和妨害公務罪